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部承载着许多人童年的动画片 《哆啦A梦》剧场版之《伴我同行》 故事设定跟以往哆啦A梦一样 就读国小四年级的大雄暗恋着同伴的镜香 经常被同学胖苦以及小夫欺负 就在某一天,大雄家迎来了未来世界的客人 世修以及机械猫,哆啦A梦 世修自称来自未来世界,是大雄第四代的孙子 当大雄知道自己19年后会结婚 兴奋的向世修要了结婚照 胖妹居然是她的未来妻子 接受不了事实的大雄把世修和哆啦A梦赶走 世修告诉大雄 如果他就这样下去,是一辈子都不会交上好运的 说完他告诉了大雄未来十几年发生的事 大雄由于找不到工作,自己开了家公司 却因为活摘,整个公司被烧得干干净净 导致欠债累累,一家人都生活艰苦 大雄为自己未来所做的事感到愧疚 世修却表示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 世修让哆啦A梦帮忙照顾大雄 但哆啦A梦死活不同意 于是避于无奈,世修强制给哆啦A梦设置了程序 只有让大雄得到幸福 哆啦A梦才能回到未来世界 说完,世修一个人回去了未来世界 哆啦A梦第一阶让大雄见识的道具是足心亭 从未见过足心亭的大雄经过练习后逐渐熟练起来 他带哆啦A梦见了自己安宁的镜香 哆啦A梦同样认为镜香不错 于是为了让大雄得到幸福 哆啦A梦决定帮助大雄让他未来能与镜香结婚 首先第一步 哆啦A梦用任意门解决了大雄经常迟到的问题 再用记忆面包让大雄熟记课本上的内容 使大雄在考试中得心应手 胖虎再次欺负大雄的时候 哆啦A梦给了大雄隐形斗风 让大雄能够在胖虎看不到他的情况下狠狠反击 大雄打碎了花瓶 哆啦A梦用时光布替大雄把花瓶变回原状 许多经典的道具都在这里一一出现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解说了 哆啦A梦的道具虽然帮助了大雄很多 可是大雄还有一个强劲的情敌 出木山 于是哆啦A梦拿出了他第N个道具 印随蛋壳给了大雄 只要把人给装进去 15分钟后蛋壳打开 该人就会爱上自己从蛋壳出来 第一眼看见的人 大雄兴冲冲的拿着蛋壳要装下镜香 却机缘巧合的撮合了胖虎以及小夫 回家后哆啦A梦实际让镜香掉入蛋壳 却因为之前胖虎和小夫的事 蝴蝶效应导致了镜香从蛋壳出来 第一眼看到的是出木山 出木山却要求哆啦A梦拿出解救镜香的道具 自己虽然也喜欢镜香 但想靠自己去赢得镜香的心 哆啦A梦解除了镜香的失恋状态 但这次镜香因为出木山的君子气度 而对他有了好感 大雄彻底的陷入了绝望的状态 开始察觉出如果自己的本质不改变 就算用再多的道具 也无法比出木山优秀的事实 于是他开始努力练习数学 考试当天却发现自己复习错了科目 最终考试仍然以零分告终 他再度消极起来 决定放弃追求镜香 因为这样的自己只会阻碍镜香未来的发展 放射的第一步是与镜香断练 大雄向镜香道别 不明就离的镜香追了过来 大雄为了让镜香讨厌自己 故意的掀起了镜香的裙子 镜香生气的打了大雄 跑走后却想起裙子被掀起时 大雄是闭着眼睛的 由于担心大雄 镜香跑到了大雄的家 大雄恳求哆啦A梦给自己一个 能够让镜香讨厌自己的道具 最终哆啦A梦给了大雄厌恶药水 大雄过于心急一次把药水喝光 严重超出了分量 导致他的体内散发出令人感到难受 恶心反感的气息 哆啦A梦以及大雄的妈妈 都受不了这种气息逃出了家里 镜香原本也想逃出门外 却一听到了大雄的求救声 他克制了自己 坚持着难受恶心的感觉 爬到楼上去找大雄 他带着大雄把药水吐了出来 一切总算恢复了正常 由于过度好奇 大雄和哆啦A梦看了未来电视 得知14年后 长大的镜香要为大大雄一同登山 大大雄由于感冒没能前往 镜香途中和伙伴们走散 被困在暴风雪中 大雄看到长大后的自己那么怂 冲动的用了时间布令自己变成长大后的模样 不听哆啦A梦的劝阻作的时光积蓄了14年后 导删拯救镜香 随之自己根本什么也做不了 反倒让生病的镜香照顾自己 两人到洞穴生活取暖 镜香对大雄说了 我愿意 大雄不明白镜香的意思 渐渐的镜香因病脉搏变若晕了过去 孤立无缘的大雄背着镜香求助无果 无计可食的他用了现在这段记忆唤醒了14年后的自己 今天一定要去救镜香 绝望之际 大大雄终于赶到了镜香得救 大大雄提醒大雄要好好珍惜和哆啦A梦相处的时光 临走前大雄告诉了大大雄 镜香说我愿意的事 大大雄兴奋的告诉大雄 镜香答应了他的求婚 哆啦A梦和大雄做时光记来到了大大雄婚礼的前一天 见证了未来的自己和小伙伴们的感情依然热络 也见证了镜香父亲对自己发自内心的认同 于是大雄和哆啦A梦心满意足的回到了现实世界 黄昏 大雄满心欢喜的告诉哆啦A梦 自己感觉到满满的幸福 这句话触发了世修给哆啦A梦设置的程序 由于任务完成 哆啦A梦得在48小时内回到未来世界 哆啦A梦看着在天空飞翔的大雄心满意足 却因不舍而掉下眼泪 隔天的大雄又因为胖虎的麒麟而向哆啦A梦索取道具 知道自己即将离开的哆啦A梦 生气的骂了大雄 大雄接受不了哆啦A梦要离开的事实 哆啦A梦担心的问大雄 如果他不在了 是否能够一个人好好的过日子 如果被胖虎欺负 能不能一个人对付他们 此时的哆啦A梦很希望大雄在没有他的日子里能够坚强起来 大雄失落地走到公园 不幸地遇到了胖虎 大雄想起了哆啦A梦所说的话 这次他不再懦弱 选择了一个人去面对 弱小的大雄被胖虎皱得脸清鼻肿 却坚持不肯认输 多次被打倒 但仍然一次又一次地爬了起来 此时的哆啦A梦在家里等着大雄 因为今天已经是他们能相处的最后一晚了 担心大雄出意外的他四处寻找大雄 终于在公园里找到伤痕累累的大雄 然而大雄的坚持 是为了要让哆啦A梦能够安心地回到未来世界 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一直不能自理 哆啦A梦离开后会一直惦记着这里的事 也终于在这一次 他凭自己的实力第一次赢了胖虎 哆啦A梦陪着大雄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 虽然很不舍 大雄仍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哦不对 进入条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了 胖虎告诉大雄他看见了哆啦A梦 哆啦A梦居然回来了 大雄满心欢喜 拿光了自己的零钱 去买哆啦A梦最爱吃的铜锣烧 直到经过公园 听见胖虎和小夫的对话 才发现原来哆啦A梦回来 只是个愚人节的谎言 期待若空的大雄决定给胖虎来个报复 他想起了哆啦A梦离开前 给过他一个邮箱 邮箱能把他需要的道具传送过来 但油箱只能被使用一次 于是大雄要求了谎言要水 把自己所说的话变成谎言来报复胖虎 当自己说天气很好 天空马上就会下起雨来 所有发生的事都和自己说的话相反过来 看到这里相信部分的人都猜到了剧情的走向 大雄报复完胖虎后并没有觉得满足 因为他真的好想念哆啦A梦 失望感触使他说了 哆啦A梦永远不会回来了 这句话 哆啦A梦回来了 两人感动相拥 大雄流着泪 说 从今以后 我不要和哆啦A梦在一起 永远永远都不在一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伴我同行这部电影是今年哆啦A梦作者 腾子F伯乐雄80周年诞成的作品 主线剧情串联了几个较为经典的短片 当中包含了 来自遥远的未来之国 再见静香 雪山浪漫史 大雄的结婚前夜 以及别了哆啦A梦 相对以往冒险版本的剧场版 这部作品更倾向于情怀 一幕幕带领我们重温儿时的记忆 每个人身边都有过属于自己的哆啦A梦 那个哆啦A梦或许是我们的父母 也或许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陪在我们身边 在成长的路上给予了我们勇气 唯一不一样的是 他们不会永远地陪在我们身边 总有一天他们会离我们远去 但当初若小的我们终能自己学会成长 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看哆啦A梦的我们 相信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无论成长的路途怎么样 当初的那份回忆与感动 将会一直保留在心里 在此我要谢谢哆啦A梦陪伴我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 又到了影片结束的时候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欢迎点赞分享哦 点击订阅旁的铃铛 以便第一时间获取我的更新 我是魔女佳尔 我们下期见